请你先做这件事情 我们先求有再求好 后面的什么一研究动机 研究目的你先打 先留空白 但是我先把我们的材料 先求有 OK 刚才在讲 同学又在问了 我说我要两个档案 哪两个档案 我要你做一个叫做科展摘要 今天的日期的档案 一个是科展说明书封面 今天日期的档案 所以是分开两个 我不要你先做再一个 听得懂吗 我们写任何论文 什么我们都会分开 好再来 摘要档 在这边 摘要这个字 十六 记起来 因为你 像我 我就会把 范例放在左边 要打的放右边 看到 这十六 这样我大概一对就对起来了 文字大小都是 心系名题十二 好吧 那接下来就是一 研究动机 这个有分层 来 我现在教你怎么做 我多打一个enter 请你们来到常用 段落 这边 有一个多层次清单 看清楚 来到这边 定义新的多层次清单 点 低层 就是像这种 中文 写出来的 一二三四 所以你在下面 输入数字的 格式 你用中文 输入1 看到了 第二层 第二层如果你看它们 有意思 就是这个1 所以在这个地方 1 看到 它有顿点 偶尔也打顿点 看到了 这叫第二层 我现在在教你的就是 我们APA 写博士论文 或者是什么都 硕士论文 都是按这种阶层去做 只不过 我利用小论文教你们 你们将来学起来 是你们赚到 再来 第三层是有括号的1 3 第三层 我希望你学 学这个东西 写 写括号 对不对 是 按 Shift 9 然后再打1 Shift 0 看到了 第三层是这种 我们把它设定好 第四层 看到了 每当我自己设定 它就会像 Doremi 发收下来 第四层 就是这种1 所以你就写 去掉 因为它原本会有 它自己设定的 所以你就写1 点 切换成英文 那第五层 第六层 目前好像还用不到 看看能不能删掉 不用 好吧 反正你就先做1 2 3 4层 看看到时候我们会不会用到第五层第六层 我们依照这个小论文或者是科展的经验 你看大家也不太会写到第五层嘛 没有嘛 对不对 做完之后设定 我现在教你设定完 按确定 就自动蹦出来了 这样知道 所以你要再讲一次 你来到段落这边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订的清单 这样知道吗 来到这个地方 或者去编辑 这样OK 你看 你看 你自己打 它就会出现 你想要的 它自己的清单 像这个是变字 你再选它 选我们刚才自定的那个清单 目前清单 它的字就自动帮你 而且还帮你排好 好不好 所以我现在把时间交给各位同学 你们去玩 设定一下段落的这个东西 对于以后你们将来很有帮助 好不好 我要你做这个 有没有看到 本研究 这还没写啊 我们留空白没关系 但是我要你先把架构盖好 一 研究动机 2 那这个东西就是刚才我们可以透过 定义新的多层次清单 好 我再告诉你彩蛋 连这个粗体字或字的大小我都可以设定 比如说像这个是第一层 看清楚哦 第一层 这个阶层的数字样式 你就直接在下面选 大小写 一二三 字形 像我知道这一层 我刚才对一下 大概是初体 十四 中文字形 新 姓名体 确定 这样子啦 而且我在这个后面打一个顿点 以后 它自动就会出现顿点 看到了 第二层 这种一 阶层数字样式 你就选这种一 繁体的这种一 后面自己打顿点 看到了 好吧 第三个 第三层 画号 我在这种一外面 再加两个画号 看到了哦 这个 一旦设定 它会很神奇哦 以此类推 所以 你看哦 以后我打报告 如果我在研究目的 后面还要再加一个 你看我按Enter会怎么样 自动帮你编三 看到没有 有哦 那我现在告诉你 你怎么跑到下面这一种 你就按Tab键 Tab键在你键盘的左边 请看 请看 嘟 它自动变到下一层 再按一次 嘟 跑到下一层 嘟 跑到下一层 上一层 按Backspace 就是F11 F12下面的Backspace 这样知道吗 我们写专业报告 这样做会比较快 对 那这个字大小都是14 初体字 好 现在又问题来了 老师 我每次都用自己打 可是我打出来它都是12 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有 我选 我来最前面选它 按这个复制格式按两次 嘟嘟 我来前面点哦 你看研究结果会怎么样 嘟 你看讨论会怎么样 嘟 你看结论会怎么样 嘟 这样知道吗 我们这样做大量的文件编辑 很有效哦 这样知道吗 我希望你学起来这个东西 到时候你写报告 比如说我要写什么文字啊 开始 我就直接这样写啊 这个不需要 就直接写 本文就怎样 开始写 以下分为1234点 开始讲 这样好不好 好 最后一个东西你要学的就是 有时候你们在写报告 我要换到下 比如说很多同学在写报告 比如说 一研究东西在某一页 二研究目的在某一页 很多同学这么做 眼泪会掉下来 他就一直按enter 对不对 他就是这么做 老师 这个二 他就会说 老师 这个二 在是研究目的啊 他就这么做 二 那我就一直加空白 然后二跑到第二页 然后他都这样去调 会很痛苦 你知道吗 因为有时候这里会加字 你们都怎么做 我会这么做 我会把这个游标 放到研究目的这边 然后来到页面 也就是插入 页面这边的分页符号 叠 这样你知道吗 这边打的就不会影响二这边的 懂我意思吗 因为表示这一行 来到新的分页 对 这样好不好 所以如果是 你看一下这个三是什么 我又忘记了 三是什么 我看一下 三是研究设备 所以你看他不对了嘛 所以我会怎么办 我就按 Delete键 它就自动变成三 有没有 我再做一次 你就把这个游标放这边 加入分页符号 三就跑到这里来了 所以它就可以变成 各个独立 懂我意思吗 五 六 都是分页符号 七 这样 各位 一般写这种小论文 或科展的投稿文章 大概都会要求你这些大的项目 分页 从新的一页开始 好不好 所以我教各位的 今天 教你这个分页符号 还有你的这种 多层次清单 你回去要摸着 下次再教你新的 你这样慢慢写报告 会写出一个漂亮的报告 好不好 好